在老街中央行前拍照 后面还有一堆人等着要拍 台南后壁老街人潮大爆棚 巷子里挤满人 中秋连市集摊位也被人群包围 全家大小出动抢拍照 不只人还有超多车 全部挤一起 人潮比过年还要多 我们疫情当中来比较 最多了十倍的人进来 出动了很多的远景来做交通疏导 生意太好 业者笑到眼睛眯起来 不只后壁整个台南 从市区到郊区到哪都是人 后壁老街被游客挤爆 再到市区安平老街国华街 美食一起站区被韬客攻占 还有中西区知名牛肉汤 还对人潮吓死人 到底多少游客涌进台南 根据官员局统计 第一天十五万 第二天二十万 第三天十一点六万 短短两天半 多达四十一万人 正急报台南 人潮真的回流 对比今年端午廉价 当时还在疫情三级 大约九万五千运输量 这回中秋两天半 就有十五万六千 明显人数倍增 人潮待前潮 老店家就怕群聚成破口 再现疫情危机 记者赖观赞 林玉荣台南报道 微信 Witch